法国目前为止呢 他没有能力解决的是他的工会 大概如果说现在德国 原来不愿意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他认为 这些国家所需要做的 不只是财政的改革 而是结构性的改革 那我想法国 现在所面临的 也就是梅克尔德国总理所指出的结构性改革 他不愿意直说 就是你对工会要愿意开刀 对工会开刀大家都看到了 Mr.Thatcher 英国的财政夫人的下场 就是他使得英国的工会 做出了彻底的改革 但是呢 他死的时候 只有50%的英国人是感谢他的 法国现在的总统是靠工会 而且开了很多支票 让工会投票给他 因而当选 他把云莱的退休年龄 好不容易延长到62岁 又改回60岁 他的工时完全没有变更 即使在现在欧债危机之下 仍然维持是35小时一个礼拜 法国能够做的 只有把他们过去祖先留下来的资产 不断不断地扩充使用 其中法国大皇宫 不断地出借给外界 每一年都举办了叫做古董双年展 而且邀请的人是谁 就是法国总统本人 巨大声动的飞天战马 法国大皇宫尊贵气质不可一世 这座迎接1900年万国博览会的建筑物 充满力量美感的钢骨 架构起现代主义的透明玻璃 无所不在的自然天光 迎接第二十四届古董双年展的重返 这是一场艺术品与高级珠宝的极致盛会 开幕前的御展晚宴 邀寄全法国 甚至可说全世界最重要的收藏家 富豪名流共襄盛举 梦幻般的展览起源于1956年的古董集市 初中是创建一个展示美丽物件的场所 1962年第一届双年展 汇集古董收藏家珠宝商疏商而成 发展至今 主办的国家古董联合会 精选全球艺术与收藏的专业人士 展现人类高度的精神与物质文明 这是一部分的国家文化 总统是总统是总统的总统 总统的总统都是总统的总统 总统帮助他文化和所有的国家 95个展间 呈现西方贵族富豪 长久静迎陶冶的一种独有排他的 生活美学与文化品味 少数中的少数的生活方式 与纯久 美人 珠宝 艺术品共榴莲 典型西方极商流社会的社交聚会 新艺术繁复花叶的钢筋铁骨装饰之下 43米的高调空间 来往多少风姿翩翩的名流 以金贵的气质和天价的配饰 衬托优越高雅的身份 只有很少数的东方面孔 甚至你捕捉不到任何一位黑色的身影 经济不景气 在这里简直成了脏字 不容也不可能存在 因为这些人都很高兴 他们只不在意 他们有足够的钱 他们不在买房子 他们在买房子 你感觉它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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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多 妮奇著名的黑色娜娜 普普艺术家罗森奎斯特 魏塞尔曼 以及大师安迪沃和作品 Ladies and the Gentlemen 还有路易十六 拿破仑三世等王室权贵家具 与来自非洲大洋洲的艺术 中国古代艺术品也成买家对象 这几件远速商代的青铜器 保存完整良好 色泽缤纷多彩 亮相后立刻售出 高级珠宝也是双眼展的主力 只有六家购资格的珠宝商获邀出席 截取1932年 香奈儿女士首都推出服饰珠宝的创意 发想出璀璨的山茶花 展间取材方登广场珠宝总店的成设风格 以新颖的科技手法 介绍品牌的发展轨迹 细腻雅致的氛围 与兼具传统当代的设计 成为双连展中重量级的人气指标亮点